欢迎来到乌阿贝视频之旅的最后一集 今天我们拍摄的地点不在校内 因为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租房 租房其实是每个留学生在出国之前 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其中也有非常多值得注意的小细节 希望这一集的视频能够在租房的选择上 对你有所帮助 我身后是巴塞凯旋门 也是一个算是当地华人比较集中的区域 附近许多中国超市 中国餐厅一应俱全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巴塞罗那有着风格各异的各种街区 每个街区有着自己独特的街道样貌和生活气息 比较出名的一些街区有 Gracia,Extranble,Pobleno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位置 或者是每个街区的配套设施来进行选择 对于瓦碑的小伙伴来说呢 比较推荐的是居住在Farblack Bridge和Saglera沿线 去乘坐E3公交车上学 或者是居住在S2火车县的沿线 对于想住的离学校近一点的同学来说 学校附近的小镇Sanguga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今天是星期天 我现在所在的是Gracia这区的街道 这区的建筑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小楼 和一些很狭窄的街道 在巴塞罗纳各个区域当中 看起来尤为的特殊 然后有一种静谧的美 在确定自己要住在哪一个地区之后 下一步需要确定的就是预算 根据每一个人需求的不同 独居Studio或者是合租的预算差异是巨大的 而且因为巴塞的房源都比较紧俏 一些比较热门的地区 或者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 在上一任族客搬走之后 很快就会被下一任族客抢走 因此我建议大家在 确定自己来到巴塞的日期之后 尽快开始看房 在西班牙有许多比较出名的租房平台 比较出名的有Idealista Buddy Fotogasa Luni等等等等 前两个主要是以整套房的出租为主 就是中介或者房东 直接把整套房挂在网上 然后来寻找租客 以Idealista为例 在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 房子的照片 地理位置 租房的要求 以及房东的联系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 在平台上直接联系房东 可能会回复得很慢 我比较建议大家的是 在知道房东的电话之后 直接通过国际长途打电话 或者是WhatsApp加好友的方式来联系 这样能够达到一个更高效的沟通 后两个平台主要是以合租为主 在寻找合租室友的时候 室友的做起习惯 性格生活方式等等 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租房需要的文件 首先护照号是一定需要的 这个要起在合同上 其次如果是外国房东的话 他很可能会跟你要一份收入的证明文件 这个我们作为留学生的话 把申请签证的时候 那一份父母留学的翻译件交上去 应该是问题不大 之后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上海领事馆办签证的同学 需要提供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 但是有的房东他可能会不愿意提供自己的证件给你 所以这一个一定要先跟房东事先沟通好 我身后是一个我住家附近的一个斗牛厂 但是是斗牛厂的遗址 因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在2011年之后便立法禁止了斗牛 所以这个场所现在是已经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 门上已经急得很灰层灰了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房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我们刚进入一个房屋的时候 首先要看的就是他的家具陈设和设施 有没有污损污渍残缺的地方 其次也要保证所有电器 特别是大件电器 类似空调暖气 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如果这些有故障的话 最好用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证据 我们留学生在国内的时候 如果不方便到现场来看房 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 有很多已经在巴塞的留学生 会提供一些付费的看房服务 这个大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次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能够完全理解 并认同合同的所有条款 之后再来签字 以避免之后不必要的纠纷 除了每个月的租金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费用 例如水电网费 物业费等等等等 在签合同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明确 这些费用是由谁来支付 是否包含在租金中 以及支付的方式 分之后再来签字 请你不含地下费 准备 联系